抱歉啦,這位委員,我們才有時間啦 主席,請管主委大選好嗎?謝謝 丁委員早 管主委,您早 我們看到台北市拼家新,這個新北市拼家駕 那麼目的都是期待,希望讓人民幸福有感 那請問中央要拼什麼 跟委員報告,我們現在推了很多的政策 當然是,我們認為家新的中間關鍵 已經是讓整個經濟活動能夠熱起來 家新的主力應該是來自民間,而不是靠政府 我問你,中央現在要拼什麼嗎? 我們當時希望經濟變得更好 經濟變得更好 我告訴主委,我覺得中央應該要拼分配的正義 應該要拼分配的正義 大家今天都在講說薪水太低 說薪水不漲,這個百貨其漲 這個情形 而且薪水實之所得 倒退到過去15年的這種情形 那我們也看到薪資不漲 可是我們過去這10年來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經濟 這個年成長平均大概有3.97 將近4 那麼近五年也有3.3 全國勞動生產力的這個指數 那麼也在成長 平均大概每年有成長 大概3.5% 你可以看到,就是這個產值跟生產力的提升 沒有反應到勞工的薪水裡面去 這部分你難道沒有看到嗎 政府不應該做些什麼事情嗎 在這上面 當然那個委員可能也注意到 政府其實也在呼籲民間加薪 可是這個東西我們 不是這怎麼是呼籲呢 你可以看到在 你現在政府要拼的 就是要拼分配的正義 對不對 我們看得很清楚 過去10年 全國勞動生產力的指數 平均每年的成長率 是高達3.5 我們也看到產值的提升 生產力的提升 可是沒有反應到 企業的勞動成本 這個提升方面 企業的這個勞動報酬上面去啊 拿製造業來講 我們看到勞動成本 不但不增加 反而從1999年開始 逐年的這個下降啊 而且這整個10年間 企業的勞動成本 是下降了2成6啊 它的所得增加 它的這個產值增加 勞工的生產力增加 可是勞動成本 卻減少了2成6啊 在GDP裡面我們也看到啊 在總體經濟裡面 呈現的現象是 企業的盈餘佔 佔GDP的比重 這個再增加 可是受薪人員 它的這個報酬 佔GDP的比率是在減少啊 那這個就是 政府要去注意啊 這個叫做 我說政府要爭什麼 你可以看到 新北市 說拼加價 台北市拼加薪 我告訴你 中央政府啊 就應該拼分配的正義 這是你 國發會 應該要主管的業務啊 我們過去政府已經做了非常多 在分配上面 如果把我們的政府 可是咱們沒有趕啊 對不對 大家現在看到的都是低薪啊 你最低的工資 是這麼的低啊 我想委員這兩個問題是不太一樣 如果是談分配的話 政府在所得分配上做的努力 讓所得分配更加平均 那好像才是剛剛委員先問的問題 我問的問題就是啊 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加薪的話 勞工的薪資啊 一直沒有增加 企業的 這個獲利是在增加的 這我聽到 但是這個好像是另外一個問題 對不對 那你在這邊你可以看到 你說 一直要用 獎勵的方法 用鼓勵的方法 鼓勵方法有什麼用 我給你具體的建議 你就應該 像環保企業標章一樣 你就應該訂下一個標章 叫什麼標章呢 叫做 這個 對勞工友善企業標章 只要 他的這個薪資啊 是高於我們 國內的最低工資的 40% 50% 這樣子的企業 他給員工的企業 這種企業 就叫對勞工友善 得到這種標章的企業 在招標政府工程的時候 或是政府的採購案的時候 他們就優先 這樣子才能夠 真正實質有效的 帶動 光是口號裡面講 嘴巴講 有什麼用啊 鼓勵有什麼用啊 你要不要這樣做啊 我們那個委員的意見 我是沒有這樣想到過 但謝謝委員 我們把這個意見帶回去 跟其他部會 我們一起來針對這上面 所以你沒有辦法決定是吧 那我會 下個禮拜二的時候 我會問行政院長 你也跟他講一下 你們去研究一下 各國也都有這樣的制度 他在政府採購案的時候 他在招標工程的時候 他優先 現在你也定下一個 最低工資 事實上是不夠的 只要他能夠超過最低工資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五十 他發給他的員工 的這個薪資 你這樣子來計的話 那這種叫做 對勞工友善的企業 給他一個標章 這種對勞工友善企業的標章 將來就優先參與政府的採購 政府的工程案 如果我做台北市長 台北市就這樣幹 就這樣幹 本來就這樣 各國都這樣 我再告訴你 我再告訴你啊 真的 你可以看到 台北市的物價跟生活指數 你想要跟全國的生活指數 平均起來高多少嗎 應該高相當多 高多少 你是國發會主委啊 你是國發會主委 你們的資料你們都有啊 高多少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應該更用心一點 高1.44倍 現在全世界我們可以看到 整體的趨勢啊 已經不再是minimum wage 不是最低工資了 是living wage 拿紐約來講就講living wage 拿倫敦來講就講living wage 瑞士就講living wage 他應該是 以地區的物價 及消費指數加總的建議 來做薪資 那全國統一規定 一個單一的最低工資 你覺得合理嗎 在陳中院長的時候 我們也提過這樣的建議 但是那時候 還有一些別的考量 讓這樣子的規定 有它實際的困難 所以說你就可以看到 今天的政府上能力無感 所以他們有別的考慮 這個想法是有討論過 這想法有討論過 那誰反對呢 你告訴我 不是反對 那誰反對 沒有辦法成行一定有人反對嘛 你告訴我誰反對 我們就 因為有頭債有主 幫勞工去爭取嘛 因為大家也有些不同 因為如果你說 你把一些地方定得高 那別的地區會說 好像是歧視他們 為什麼他們要比較低 沒有啊 他們沒有比較低啊 我們只是說相對的 把它跟地區的物價 跟消費指數加總 做最低生活費的原動調整 那一定有人高嘛 第一的地方就說 那為什麼我要被低 那你想如果全國齊頭式的平等公平嗎 我當初就提出來說 應該按照地區來分 對不對 那誰反對 你告訴我誰反對嘛 不是反對 這討論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 那我們知道是誰反對嗎 還是根本就 你根本沒提出來 沒有人反對 我講了我 當然是真的有這個事 有這個事那誰反對 那我們就要去 我下次質詢 我就質詢他們 不是 咱們不能幹這樣的事 那不能幹這樣的事 那我問題 老百姓沒有敢啊 老百姓生活不敢 政府不敢 政府不敢 這個事情跟委員報告 有些事情 從這個角度來看 可能是完全是合理的 但從別的角度來看 也有他們的固定 有什麼不合理 台北市的物價 本來就比台東要高 對 本來就比澎湖要高很多 委員我贊成 可是你說他的最低工資 要跟這個南部跟這個 屏東跟這個台東一樣 那恐怕也不合理吧 委員我贊成這一點 但是別人他們有顧慮是說 那如果別的地區覺得 他被歧視了 你可不可以講出誰顧慮嗎 哪一個單位顧慮至少講 你不講名字至少講哪一個單位 考論的時候都有各方面意見 各方面意見 我只記得有這樣 各方面意見你就要力爭 和理事就要力爭 你可以看到 現在先進國家都在這樣做 紐約也這樣做 當初也提出來很多國劇的事情 紐約也這樣子做 我們知道 這個倫敦也這樣子做 中國大陸也是這樣子 很多中國大陸也這樣做 瑞士北歐的國家都這樣子做 我完全理解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夠做 不能做你就不能夠折散固執啊 那我們要你做國發會主要幹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這個方面 真的 事情就是政府不要 因為有一個人反對 有什麼人反對 就不能做了 該做事就要做 跟委員報告那是大家討論 到最後就說 好那我們先不用這個方式 先不用這個方式 結果齊頭似的平等 結果造成這樣子更大的不公平 對不對 那不能夠跟國際接軌嘛 不能夠先進國家的制度接軌嘛 我再問你 你可以看到 您提到說 要 國發會將以 這個金融產業創新 跟虛擬經濟法治面的改革 作為 這個 你們的工作的這個重點啊 我們看到 這個最新2014啊 這個歐洲商會啊 他的這個政策建議書 Getting the balance right 希望能夠 力求橫平的正道 這個裡面啊 他提到 很多在金融法規方面啊 這個政府應該要鬆綁這個地方啊 那你在你的報告裡面也提到說 要匯整他們的意見 要有所改進 老實講 台北市啊 是最有條件能夠發展成為 亞太金融中心 跟人民幣境外營運中心的 可是我們要吸引 國際的前十大銀行證券公司 來台設分行或是 設這個紫行啊 人家就講 我也去訪問這些相關的這些外商公司 他們就講 台灣的這個法規沒有鬆綁 那請問你 你要怎麼幫台北市 在這方面來鬆綁 讓台北市能夠成為 亞太金融中心 境外人民幣中心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通常的做法 譬如說 我們在自由經濟示範區那種做法上 我們今天選定一個方向 以那個方向為核心 然後針對它相關的法規 討論鬆綁 那這次上面 包括這些工作也需要 跟金管會密切合作 像我們當初推財富與資產管理 然後金管會非常支持 然後金管會在上面的基礎上 繼續擴大 你看到嗎 這個在這個position paper上面 在這個 他們講得很清楚嘛 他講說 這個在銀行業方面 就是要建立具有競爭力的寶島 寶島債市場 然後提供專業投資人 更多樣的金融產品 政府應該在這方面鬆綁 允許金融機構提供更多樣化的商品 那你們有沒有去研究 應該鬆綁哪些法規 有有有 那鬆綁了沒有 什麼時候有沒有地下時程 其實我們當初 他講說這是 去年也建議 前年也建議 一直進展的 有 報告委員也有進展 在示範區中間 我們已經推動到一部分 我們承認沒有說全部到位 但是我們已經做了很大一部分 未來我們還在持續努力 我也跟曾主委討論過 我們會持續 曾主委他有一套 循序漸進的做法 那如果台北市在這方面 我們不在這個示範區裡面 可是區域城市可以提出申請嗎 對不對 跟委員報告 因為那都是四點 就是說哪些金融機構 可以做這些事情 不管是OBU OSU可以做 它其實不是限制在地理區域之內的 所以我們台北應該也可以來 那希望您儘快 好不好 我們一起我們來配合 好 謝謝 我們到台北成為這個 亞太的金融中心 跟金融愛人民幣中心 好不好 另外 另外我再看到 您的報告裡面寫著 智慧台灣是愛台十二建設的總體計畫 可是我們看到 你這個裡面只提到 電子化的政府 那電子化的政府 老實講 在智慧台灣裡面是 很小的一部分 現在我們都看到 拿智慧國家 智慧城市來講 它是事實上 資通訊的 這個科技的運用 可以運用在 政府的治理 城市的治理 可以用在 食 衣 住 行 預 樂 各個層面 當然我們講這個衣 不是衣服的衣 是醫療的這個衣 食 衣 住 行 預 樂 政府服務各個層面 然後智慧型交通系統 智慧型管控 然後可以更 讓城市更安靜 更乾淨 更節能 更舒適更方便 那像這些 我們看到 我們的台北市電腦公會 都已經提出來說 要把台北市 建設成為一個智慧 城市的一個樣板 大家一起齊心協力來做 可是事實上 很多法規方面 還需要政府 能夠加速的鬆綁 在這方面 請問您有什麼看法 跟委員報告 我們其實 過去在討論中 也曾經是要規劃一個 譬如說 因為這個都是個很龐大的計劃 我們希望有一個試點 台北市就可以試點啊 不能有整大 我當市長 我就可以說 我跟社區 請你來支持幫我們鬆綁啊 我們會 我們想過說 怎麼樣成立一個智慧的社區 在裡面嘗試 甚至不是現在有的 新時代的一些這種 智慧城市的方式 我們是有在討論 事實上也在請智庫幫忙 法人幫忙在想 這上面的規劃方向 參考國外的成功案例 先從一個社區 然後再想辦法 其實不一定要社區啊 這就是等一個城市來規劃 一個社區 反而範圍太小 沒有辦法整體的運用 智慧型交通系統 怎麼用在一個小社區裡面 我們講的是更全面 我們希望了解一下好不好 你也去 哈克斯電腦公會 最近才辦的一個智慧城市的高峰論壇 本人去參加了 這種情形還去剪載 所以說希望您能夠了解一下好不好 謝謝